又回到高明頂 賣樓轉租的悲劇 是不是悲劇的第二部分 剛才用了很多時間去講 究竟財演賺三四萬是多還是少 這些八卦的東西 我們現在入正題了 究竟說賣樓轉租是不是悲劇 如果要回到我們的意識形態 或者我們想講開自由這件事 肯定不是悲劇 首先這是個人選擇 第二件事要解釋 有些可能沒什麼投資經驗的人 會覺得你們炒賣賣不適合 本來這麼便宜 給你們炒賣貴的東西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有買賣股票 很多人都買股票 或者買個樓 任何這些東西 其實你會明白一個道理 為什麼人們炒賣贏到錢 贏到錢的主因是什麼 贏錢的主因是因為你買了之後 你承擔所有風險 誰會告訴你買樓一定贏的 誰會回到2011年 你可以寫包單 你買這間樓一定贏的 沒有風險的 不會的嘛 你買樓已經有第一個風險 最近你不知有沒有看過新盤的新聞 最近有一個新盤 最後一個新業主 也不是新業主 準新業主 做不到會 上不到按揭 貼訂好像虧了30萬 那這些就是你買賣所衍生出來的風險 你未必一定贏的 或者你會貼訂 或者你上不到會 或者樓價會跌 很多很多 或者甚至乎 那間樓不知怎樣 樓價會爛的 說有其他風險你會背的 這就是做炒賣 承接了的人要負擔的風險 為什麼它值得賺這些錢 就是因為它背得起這個風險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回到回到 賣了一間樓轉租 首先你應該是拍手掌 它是獲利離場 還可以賺了一輛美車 沒什麼悲不悲劇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它賣了一間樓 不用做大家口中的樓爐 它可以過一些自由自在 逍遙快活 我在另一個訪問上都講過 為什麼住公屋的人特別有錢 或者住公屋的人消費力特別強 但是住私樓的人可能吃大家樂 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 你不用什麼間樓 你不用供樓 你只是租樓 你租樓有一點點不同的 你租樓只是滿足下一個月的租金 但是如果你買我兩樣都試過了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不知道心態有什麼不同 你租樓你只是想下一個月究竟要交多少租 OK完了 再想就是兩年之後 即是它一年生約一年死約 兩年之後我究竟逐不逐到租 或者需不需要一半 你只是想這些東西 不想好長遠的 但如果你買樓就不是 你一定節衣縮食 因為你不會只想我只供下期就算 一定不會的 你會想下期之後再下期 我要留多少錢去供這間樓才舒服呢 所以住私樓的人就吃大家樂 住公屋的人就可能去喝茶 就有這個道理 同一樣道理 你是將樓套了演 你看探樓市 你預期未來的租金會下跌 那你就賺了一輛車 你的生活 以前就可能喝大家樂咖啡 之後就可能轉了喝磨豆的咖啡 以前就隨便喝一杯House wine紅酒就算 現在就買一瓶那fit過啊忍 一定是這樣 其實你是賺了的 不要覺得賣樓轉了租 是虧了是悲劇 不是悲劇來的 但是整個故事為何這麼有共鳴呢 就因為他是一個投資專家 如果他是一個投資專家 他又賺不到過去十年 這個這麼容易賺錢的幅度 就會令故事有張靈 有戲劇效果 為什麼你一個投資專家 你都收入不錯 那時候三四萬 現在雙倍又可以了 雙倍都不要緊 總之你一個投資專家 你有一些資產 又有買股票 又有份正當職業 那為什麼你會錯過了這個 最佳升幅的一個資產呢 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不是沒有買過 你從來沒有買過 沒所謂 本來每一萬 但是你是買過介入過 覺得這個資產OK 但到他真正開車的時候 你又錯失了 以一個專家來計算 這樣會蝕底一點 但是如果我用投資的角度去看 他錯的地方 就不是錯賣樓轉租的 錯的地方是升班沒有買的 因為如果以一個普通 沒有接受過投機訓練的人 你會很在意那個價格的 好像我剛才那段片這樣講 你會很在意 現在賺3-4萬元 那不是跟2011年賺3-4萬元 一樣 那麼少的 哈哈哈哈 你會變成這樣水平的人 但如果你是投資專家 你會想深一層 不是喔 2011年 我可以買過藍草屋丸了 計算購買力來計 那現在乘回上去 2011年那個3-4萬元購買力 在今天來計算是很厲害的 你那時候賺3-4萬元 我不知道買不買太普城 不過你可以買到幾好的屋苑 那時候好像還有九成按揭 即是很容易的九成按揭 那時候還可以做多這麼多很靈活的東西 相對現在 你不要說賺3-4萬 你賺一個Double 賺6萬8萬 你都做不到這些東西 所以那時候3-4萬的購買力是很多的 那麼問題就是 你身為一個投資專家 你應該看到這個購買力的分別 那麼就不是跟那些人一般見識 在以前那個價格你沽了 這個東西完結的了 我假設你600萬沽了 完結的了 你開始發覺有個勢去升 例如升到上650萬 你要追發 這個才是 我不要說投資專家 一些稍為有受過 投資訓練的人應該做的事 那麼可能那個爭議點就是 在這裡會比較多 當然你如果問我 我是不是每一次 我沽了一隻股票 然後它升穿回 我都可以這麼大膽地追下去 那麼每一次我就當然不是了 但是那個思維應該是這樣 你知道價格和價值的分別 不要太過在意以前的價格 它衝上去你就買 那麼這個是一個投機的思維 那麼也都是我認為 在現在香港這個社會 如果你有這種思維 比較容易保障你的財富 那麼如果有些什麼 這個 topic 我們可以再講下去 那麼就留下一個星期先 那麼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